Lio聊世紀 天梯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明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P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法蘭克人 是MBL選擇的文明 那法蘭克人呢 擁有天真的血量加成 所以他的騎兵血量 在封建時代 似猴就54滴血 到帝王時代有192滴 那法蘭克人呢 他比較弱的地方是沒有弓兵的鎧甲跟射程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 可能還是要靠火箱作為後排主要輸出 或是指輔兵 那後期呢 還有火炮可以使用 那他的騎兵跟步兵呢 是他的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緬甸人 那緬甸人特色呢 是他的特色 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那法蘭克人是農田技術是免費的 兩個都是有免費的 木頭跟農田的科技 那緬甸人他特色呢 是森旅科技 相當平宜 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很適合打森旅戰 那他的寶兵單位 飛鏢騎兵喔 也是以前呢 被稱為團戰之鬼 雖然飛鏢騎兵現在已經被笑笑很多了 但是在團戰之中 還是比較常出現的 他的壓制力還是非常強大 那緬甸人的金冠科技呢 是這個象橋 他是跟金銀罐 以前是調換過來的 那他的金冠呢 可以讓自己的大象變成防禦率 大象最強大的文明喔 那他的銀罐技術呢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科技呢 讓打對方的弓兵喔 傷害再更高一點 由於他的弓兵鎧甲只有一擊防的關係喔 所以即使出了戰毛兵喔 也不是那麼容易反擊對方的弓兵喔 或是馬弓之類的喔 那他的步兵路線呢 值得一提示喔 每剩一個史代史喔 攻擊都會加一點 所以他到了後期喔 槍兵傷害是非常高的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地圖看起來 緬甸人上方是兩塊黃金 比較圓喔 這個圓而且是偏正面的位置 雖然這個黃金有點偏後方喔 但是也是偏外側的位置 兩個附近的位置都還 都沒有到非常好 但至少後面還可以挖 但下面的主機呢 位置也算是好一點點 但果子就很難受了 果子要偏前方的位置 可能要稍微出去一點 這樣圍起來才行 或是直接圍到底 這邊也要圍起來才行 好 不管怎麼圍 都是需要非常大圍的資源才行 那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地圖資源看起來還不錯 兩個黃金的位置喔 還算是偏斜方位置 而且這個圓有點偏後面 跟緬甸人其實蠻像的 那比緬甸人好一點 有個是比較偏上方一點 那一樣的黃金在後方 而且果子居然在後面 哎呀 那這樣對MBL來說 非常舒服 因為法蘭克人吃果子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法蘭克人這邊果子在後面 就跟波蘭的果子在後面是一樣道理 直接起飛 好 那法蘭克人MBL選擇了二棒棒 開局 雙棒棒騷擾 可以上自己的肉碼 三隻傷害者 如果全力輸出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抓掉一隻村民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MBL會怎麼去做前期的處理 OK 緬甸人這邊封劍子彈已經點下 哎呦 MBL這裡還沒有點封劍 兩邊打的是一個特殊配置嗎 都是打直層 有沒有可能 MBL這裡是還沒有點封劍 村民還在照 但這隻刺頭應該是沒有偵察到 只剩下3滴血而已 好 村民過來 直接敲十一隻 果然還是成功擊殺 沒有想到還是有拿到一村 MBL 現在村民處來到2324 點下封劍時代 沒有維加 那他應該是預判 緬甸人應該是打直層 哎呦 果不其然這邊是挖石頭 一臉就是我想直層 但是我這邊還是提倒上去 補了一個刺激 準備靠買賣 OK 直接兩棒棒 想要打掉緬甸人的直層節奏 畢竟打飛鏢騎兵 讓法蘭克人會很難受 通常遊俠果也怕馬公果 那其實飛鏢騎兵 也算是馬公的一種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吃到 安息人戰術的 OK 那現在明天人是 挖這個果子挖一挖 發現有點難挖 決定不挖了 這裡透過買賣 把石頭賣掉之後 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MBL這邊經濟是24存點封建 到了封建時代 轉了市集跟兵場 不想要靠買賣一波 但是資源量完全點不上 緬甸人這波升級 算是打得非常好 MBL這邊時代上會拖得有點久 但現在升到城堡時代 也沒有太多的反制方法 可能只能轉個毛兵 或者是轉個生女 稍微招搶一下緬甸人 但是MBL還是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把世界的挖的資源賣掉 好 棒棒這裡 就抓掉了一村 還不錯 這裡直接手拿了兩隻村民 前期經濟就會差蠻多了 MBL這邊趕快再賣個100目吧 收下黃金 點下城堡時代 時間上已經慢了兩分半 好 果不其然 兵電已經開始點下城堡 把城堡補在了木頭跟黃金的位置 這個細節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穩住木頭跟木頭 木頭跟黃金 因為飛鏢騎兵是吃木頭跟黃金的單位 OK 那只要趕快多挖一些木頭跟黃金 就可以暴產飛鏢騎兵了 農田的部分先暫時不用去挖 待會再灑到五片田 六片田 村民不斷就可以了 好 飛鏢騎兵一出來 秒掉了這隻棒棒 裡面這隻3滴血的刺頭 來裡面偵查一下 看一下MBL家裡的狀況 MBL沒有石頭的關係 把石頭給賣了 現在不能開TC之外 連石牆都上不了 MBL這邊先補下修道院 後面買了100石頭 先開下TC 先把石頭穩定下來 待會可以插劍塔或是上大石牆 都是比較有力的防守狀態 好 那MBL這邊只靠勝率的話 打反擊這些飛鏢騎兵是有點吃力的 那還好飛鏢騎兵現在沒有溜進來 裡面補了一個大學 MBL這裡又買了100石頭 很想要開3TC 補在這個位置嗎 石頭跟 這個黃金跟木頭的位置 結果MBL買石頭是為了插劍塔 直接補了一個亮望塔 在農田附近的位置 後面這裡要小心 待會一擊射點好 待會要再補個二擊射 待會墓區這裡可能也要插個劍塔 MBL走的是一個開農田 插劍塔防守家裡的防守室 那這個打法非常適合 對付對方的西棒征服者或做西火槍兵 都是很好的一個反制方法 不一定只要靠存龍 有時候適當的插一些劍塔防守 對自己開農經濟加成是很有幫助的 那MBL這邊現在經濟量 已經領先對手快要1000支援 就可以知道這個防守方法其實很不錯 飛鏢騎兵過來 但是MBL沒有打算 直接拉太多村民去蓋這個防護劍塔 一直穿慢慢蓋 裡面越蓋越多了 好 現在防護劍塔升級好 還差一個彈道學 防守來說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現在免對人想要突破進來 其實有點困難 結果左邊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守住 完蛋 這裡還是被遛了進來 但是還好房子馬上蓋好 這裡才要再進來沒有辦法 哇 這個MBL的防守做得很不錯 好 直接招響房子 沒想到緬甸這邊已經點出了救贖思想 這就是半價生女科技的優勢 招響完之後直接刪除房子 走進來繼續招響 後面這裡必須再補一根防護劍塔 才有可能守著主 好 現在成城中心點掉兩隻生女 這一波有點小賺 還不算太虧 MBL寸珠還是領先 3TC從上面也慢慢偷偷開了出去 整體經濟已經大幅穩住了局勢 OK 那現在明天人 產了一堆廢鏢騎兵跟生女 都打不到任何東西 經濟來說是非常差的 那明天人這邊呢 最好就是往前插城堡 把這些防護劍塔跟城市中心 直接插爛 不不起啦 城堡的石頭繼續挖 他會直接潛壓寶 加上這個廢鏢騎兵生女的壓制 通常這個連招 就可以把1500分左右的玩家 或以下的玩家 都可以直接秒殺 這是一整套打法 這個打法優點是節奏速度夠快 壓制力也算是不錯的 但缺點就是經濟會很差 沒有關係 經濟差這裡靠買賣 到位生地王巨頭開餐 靠著這根城堡 開始拆除周圍的作業 拆除作業 MBL這邊呢 因為3TC開農的關係 所以升時代來說 本來就會落後一些 那對方會是單TC速地王的一個流程 待會要怎麼升到 地王防守也是個大問題 這裡要補了一根劍塔 想要阻止對手 緬甸人 要來這邊挖我的石頭 這邊射掉了一村 不錯 又賺了一村 在生旅 三隻在上面 想要來防守 到處我們看到了 這裡劍塔被騎起來 好 反而客人 點下了彈道靴 把自己玩得像一個 什麼 朝鮮文明一樣 各種劍塔防守 9根劍塔 計算10根 剛剛有一個也被射掉了 十根劍塔 瘋狂防守 結果 突然覺得 自己好像在打下去有點快 決定要去對手家裏 搞點事情了 這裡飛鏢騎兵過來 直接抓掉了MBL 大量村民 後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哇 這四村直接被拿殺 也是有點小傷 但村民數差距已經快來到了一倍 OK 緬甸人 巨型投資機 已經開始量產 飛鏢騎兵 在這裡沒有辦法做太多事情 森旅卻按了蠻多了 來到了十隻 好 印刷技術 跟 體誓思想 趕快補一下 好 法蘭克人後面補了兩個射箭場 點出了戰毛兵 沒有打算要速升帝王 反正我升到帝王時代 也只有二級射二級的弓兵鎧甲 不如就城堡時代跟你打帝王 但是問題是 法蘭克人沒有火炮的情況下 也很難反擊巨頭 就算有火炮 森旅也很容易被招翔掉 所以MBL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直接升插箭塔 配張毛兵防守 這邊後面騷擾的部隊 想把壓力戰場 拉到對方家裡 而不是自己家裡 待會呢 如果這些巨頭數量越多 也可以考慮後面補工程器製造手 然後轉個衝車 開始抵掉 鬱子對手的進攻也是可以考慮的 現在MBL插了兩根劍塔 碰了一些資源 但是對手只要往下搬就好 現在緬甸人進攻開始慢慢拆除了很多的工程器造所 這個城鎮的東西 那劍塔部分也是一根一根的被拆除當中 現在壓力非常大 MBL 後面也在裡面補了一些射箭場 也要展出一些戰毛兵在家裡做防守了嗎 下面這裏 黃金有看到 但決定是要去更野外的地方 開提器的樣子 好 戰毛兵六隻 現在在家裡防守 哇 被招搶掉了 二級射 打一下 哇 這個僧侶 有點難擊殺 戰毛兵數量太少 而村民補血 最後還是拿下 這隻僧侶可能也要被擊殺掉了 MBL 在這邊挖石頭 並沒有繼續要伸插對手 飛鏢騎兵 這邊努力的抓村民 但只抓到了兩隻 這個劍塔想要過來直接招翔 欸 結果被防護劍塔給反擊了回去 哇 這個僧侶招劍塔 還是有點危險了 僧侶 要小心 就要被射死一隻 好 MBL 現在左右兩邊都開攻 左邊也是用戰毛兵開始騷擾 伐木村民 緬甸人的村民數只有五十一村 大蘭克 現在是九十四 還是領先 好 這裡巨星頭司機 被防護劍塔射 其實血量掉蠻快的 然後後面有一隻村民在修裡 開始修的回來 哇 這個劍塔又多補了一根 開始控了一些農田 後面戰毛兵開始在 盧曉 後面的村民過來了 把這個村民沒有控好 送掉了一隻 好 下面飛鏢齒兵 終於抓到大丸的 MBL 這邊大量村民伐木跟挖黃金 直接被飛鏢抓到頭破血了 村民數下降得非常快 後面的防護劍塔完全打不動 好 打開好 兵電人這裡還沒有 安息人戰術 現在抗健身的力還不是那麼的優秀 但是現在兩邊在瘋狂互相傷害 MBL前線的戰毛兵數量越來越多 又來到了十五隻的數量 大力的城堡也補下了一根 巨型頭司機慢慢反擊回去 OK 現在兩邊壓力都很大 那MBL這邊壓力可能會算是小一點的 現在有在往外開TC 下面沒有被發現的話 就是一個很好的重新開局 好 飛鏢齒兵果然又秒殺這些 戰毛兵數量不夠多 還是被反殺回去 哇 這裡蓋劍塔又重新被阻止了 好 但家裡緬甸人狀況還是有點難受 但是MBL家裡也是一直被控制住 戰毛兵一直在爐 就表示起兵家裡沒有的關係 現在有點被弄到難受 但是MBL家裡也是一直被控制住 吐箭塔又要被抓掉非常多村了 OK 趕快收村 這裡沒有打算直接硬吃 OK MBL開始大規模的村民往下遷徙 因為這裡太多村民的話 是沒有辦法就去採資源的 現在連木頭都採不起了 裡面只剩下農田村民 跟神劍塔 村民要大量遷徙 才有可能去採到更多的資源 MBL看到這裡有石頭 趕快來拆 咦 這裡有個巨頭拉回家 想要防守嗎 戰毛兵有看到 要不要拉些村民直接手撕呢 飛鏢血兵過來 被戰毛直接被秒殺了 現在緬甸人家裡被封鎖 兩邊都想要封鎖對手 很緊張 很緊張 怎麼辦呢 哇 這個局面很緊張 很緊張 緬甸人OIN一波 MBL這裡並沒有OIN 反而是穩扎穩打 繼續按村民 TC越開越多 在野外開起來了 現在的經濟支援量 還是MBL非常領先 甚至領先了5000支援 這些戰毛兵 其實殺的村民數量也越來越多 這些村民只能縮到城堡裡面色色發抖 但現在MBL也沒有升到帝王的方法 現在緬甸人 雖然勝率很多 但能做的事情並不多 後面的勝率又有兩隻被擊倒了 現在緬甸人突然想要回頭 處理一下後面的狀況 好 但緬甸人有個問題 他連品種跟觀眾技術都沒有點 所以現在血量 跟移動速度都有點偏慢 被戰毛兵抓有點痛 哇 就直接倒了幾隻 現在緬甸人進攻也是 需要加把勁 不能再慢慢推了 要去給MBL更大壓力才行 好 這根巨頭組裝起來 去防守 左邊補了一根劍塔 配表騎兵正面 唉唷 這一波戰毛要直接吃掉了 後面勝率大量 招翔 招到了五隻戰毛兵 哇 這個數量直接大幅減少 這位玩家緬甸人 這邊有個他的招翔手術 也算是蠻快的 好 這台巨頭最後是跑了回來的 居然回來這邊可以防守了 好 沒想到這張地圖已經被MBL 瘋狂聲插 到處都有防禦劍塔 到處都有自己的新的領地 原本自家已經不是自家了 但是緬甸人也有發現 現在到處都是法蘭克的家裡 應該要趕快拉巨頭去拆除這些 劍塔採取 好 結果這裡 巨型投資機無人防守 直接被手撕掉了 好 家裡要來一個大千席 法蘭克人MBL 繼續用戰毛兵抓掉 這些飛鏢騎兵想要掩護 存民的大千席 打著驅影席到別的地方 事件好事嗎 上方其實只有更多的劍塔 但是緬甸人並不知道 這裡的野礦早就已經被挖完 等待的是只有大防護劍塔的 限時而已 好 後方的招牆越是越招越兇 緬甸人以為這裡有大量村民 但其實只有少量的幾隻村民在這裡 十隻村民 彼此攻下這裡了 也不會對MBL造成帶太大的經濟傷害啊 好 現在十二隻戰毛兵 繼續給壓力 好 上面的 城裡中午要被打掉了 數量開始慢慢往下掉 只這樣要兩隻而已 哇 緬甸人的經濟現在只剩下15個人在踩資源啊 資源差距差太多了吧 124村打27村 村民差距快要來到了5倍啊 哇 我的天 NBL這一波直接反殺 緬甸人這一波大量村民 直接被騎士砍爛 沒有辦法 現在家裡已經釋出著火 雖然有巨頭 可以反制戰毛兵 還有這個 防禦劍塔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村民出差太多 MBL 大會直接用經濟淹死對手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MBL選擇了一個 無上帝王 直接用戰毛兵 反擊廢鏢騎兵 跟僧侶的戰術 加上大量的防禦劍塔 跟回弄的速度 直接把經濟給拉了回來 而緬甸人這邊的村民術是越來越少 沒有辦法 越來越多 這毛兵 剩下少量的十幾隻 飛鏢騎兵 一直被戰毛兵給抓掉 好 這裡有騎士了 騎士直接被僧侶 跟飛鏢騎兵給反殺 MBL的經濟也相當好 村民術已經穩住了 來到了133村 村民差距有點扯啊 20比137隻的村民術 這是什麼奇怪的越菜場嗎 但緬甸人絕對不是泛泛之輩喔 會打這個飛鏢騎兵 樹地生旅流 就已經不是新手了 但沒有想到還是被 ABL的法蘭克防禦劍塔戰術 打成這樣子啊 好 看來最後只能打出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出了33隻的森女 55隻的飛鏢騎兵 MBL出了112隻的戰毛兵啊 就這樣子打敗了對手 我覺得防護劍塔也是相當關鍵喔 我覺得MBL這裡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無所畏懼啊 不怕對方巨頭拆啊 反正防護劍塔就是蓋起來給你插的 拿來控土 戰毛兵騷擾是主力 我就不出其他兵 村民堆完一點 經濟起來 戰毛兵一直A一直A 你只要村民一掃 我就有機會 直接用資源淹死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MBL 拿到所有的資源勝利嗎 黃金輸了5000 那敏甸這邊是有無聖物啊 產生了3800多的黃金啊 黃金量非常可怕 但是學家資源都輸得非常可怕 也是輸了3倍左右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